上週五 加州州長紐森特赦四名已經扶過險的罪犯 其中一人是住在奧克蘭的亞裔男子 這個特赦來得非常及時 讓他可能得以免遭驅逐出境 甚至可能恢復綠卡的身份 今天的移民崎嶇之路專題 帶您探討當中的法律問題 古林佳的報導 奧克蘭亞裔居民Simon Paul原本有一個美滿的家庭和太太育有四名子女 她在1982年6歲時 以紅色高棉難民身份隨家人從柬埔寨移民到美國並取得綠卡 不過由於生長條件貧困 年輕時犯下錯誤 為此他服刑11年 綠卡也被取消 儘管已經改過自新 這個案底還是導致他在今年10月3日向移民執法局做例行報道時當場被拘禁 並被關押到現在 他的案子獲得亞洲法律聯會的幫助 成功為他爭取到州長的特赦 進而可以向移民法庭提出要求 希望艾斯撤銷地解出境的命令 為什麽特赦能幫助他免於遭受地解出境呢 這要從1996年實施的一系列聯邦移民法律說起 因為有關法律 包括炮在內 大批有案底的越南籍柬埔寨難民 近期陸續遭特朗普政府下令驅逐出境 不過由於破犯的是州法 加州州長有權對他特赦 這也使得他喪失綠卡的理由不復存在 打開重新留在美國的管道 可以申請獲釋 撤銷驅逐出境 甚至重新取回綠卡 上週五 州長紐森特赦的四人當中 有三人都是面臨递解出境的亞裔 特赦有望解決他們的移民案件 下一期的專題 我們將為您報導有關特赦的規定 以及該如何申請特赦 26臺記者 古林佳報導 現在與每家各地都可收看 旧金山灣區KTSF R16臺的精彩節目 旧金山灣區的觀眾可透過KTSF App或電視收看 其他地方的觀眾可透過SBTV App 或上網sbtv.ktsf.com收看